你好 欢迎收看6月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3号的花莲县卫生局防疫记者会 花莲疫情是新增一例 累计37例 而记者会当中民众所关心的疫苗问题 县长指出有鉴于新冠肺炎疫苗接种 攸关防疫成败以及民众的健康 竟然国内疫情严重 针对疫苗采购实在刻不容缓 县长许正威表示 从15号三级防疫警戒开始到今天 非常感谢郭军以及13乡镇市清洁队与首长的支持 配合进行环境的清洁消毒 同时还有所有第一线照护确诊者的医疗运所 以及疫调人员的辛劳 在大家通力合作下才能让花莲的疫情获得有效控制 我要谢谢花房部李荣华指挥官 从花莲的秀林一直到昨天的我们的这个玉礼复礼 整个十三乡镇的这个大这个大宵亲 整个整个完整的把它完全做好 我想每一个乡镇看到 花房部我们化学联的这个国君弟兄 都非常非常的感动 因为从这个街道以及他们的穿着 就知道那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这我要感谢 第二个我要感谢十三乡镇的清洁队 还有环保局的这个我们防疫清洁大队 无论是平常固定的消亲以外 另外是及时接到卫生局的通知 而及时迅速彻底的去消除清洁 让我们的乡亲不会慌张恐惧 第三个我要谢谢各乡镇的首长 我们每一个公有市场都做实联制 实名制 而每一个这个公有市场都做我们的分流 我要再一次谢谢十三乡镇的首长 以及所有花莲乡亲的努力防疫 那另外我也要谢谢 这个我们所有医护人员的第一线 我们在住院从21号到现在 我们一共有37个人住院 有医疗团队的照护 我们有两个已经平安出院了 而有两位昨天插管到今天 都已经非常的顺利 顺利已经把管 而且已经这个很平稳 在这个病情的部分很平稳 我要谢谢医疗单位 我更要谢谢花莲县卫生局 医疗人员非常非常的辛苦 常常有时候是深夜接到CDC 我们确诊案例 常常有时候甚至是隔天的早上 七八点才接到CDC的确诊案例 我们要开始做疫调 开始询问确诊人 确诊人其实心中也非常非常的慌张 所以我要再次感谢这整个 整个花莲县政府团队 以及参与的所有人 我要感谢旅馆业 防疫旅馆的这个参加 让我们的防疫旅馆的能量很强 县长许正伟也再一次呼吁 外县市的乡亲如果在端午节连续假期 要回到花莲来也请务必做好 健康自主管理14天 不只是为了自己也为家庭 甚至于整个大花莲相亲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